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品系三国 计划于2019年春季播出 敬请期待 北京市房山区斗点中心小学 立足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京剧进校园 普及京剧艺术教育 通过京剧进课堂 成立兴趣小组 再到打造精品京剧社团 使京剧艺术成为学校艺术教育特色 学校在每年新生入学的一年级 开设京剧演唱和学习京剧演奏 目前 学校参加学习京剧演唱的学生 六百多人 学习京剧演奏一百多人 学校通过京剧艺术教育 探索一条农村学校 传播京剧艺术的途径与方法 我们把京剧进校园 已经坚持了四年多了 那么实际咱们都知道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那么把这种传统的文化 来引出校园 实际是说我们让孩子从小 把这种民族文化扎根在他们的心里 有一种培养孩子的文化自信 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现在我们主要形势 是先是把京剧演奏课堂进行普及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再成立一些精品的社团 2018年12月24日 北京市房山区斗电中心小学 在斗电民族文化宫 举行了戏曲魂 黎元晴 迎新年京剧进校园成果展演 展演节目 既有刚刚学习一年京剧的娃娃们 演唱的木桂英挂帅 姚七 和刚刚接触京湖的百人京湖演奏 曲牌联奏 也有京剧社团表演的经典曲目 凤凰潮 三家电影 天女散花等经典曲目 通过孩子们稚嫩的声音 青涩的琴声 表现出他们对京剧艺术的热爱 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敬仰之情 在新时代的号角下 在戏曲文化的征程里 大型戏曲文化节目《黎元传奇》 即将与观众见面 黎元是古老的传奇 黎元是时尚的风景 黎元承载着历史的底部 黎元寄托着文化的复兴 今天就让我们推开时光之门 一同去寻觅黎元 发现传奇 黎元传奇汇集了 全国老中青戏曲表演艺术家 和社会模范带头人 集结全国上百院团力量 精力打造精品剧目 囊括了众多剧种 绝绝活及特色表演样式 创造了舞台上少有的戏曲景观 黎元传奇 黎元传奇这个节目 我们从策划到执行到 包括现在拍摄 前前后后地经历了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那么最初我们的想法 就是要把戏曲舞台上的 极致唯美的唱念作打 绝技绝活 做成集中的展示 要把我们传统戏曲最经典的片段 用现代的手段进行包装 圣诞敬丑演艺人生百派 唱念作打 彰显十年魔剑 音音压压 传唱国之会碎 铿锵锣 奏响魂之旋律 作为一档大型戏曲文化类节目 李渊传奇在节目编排上 做出了诸多大胆的创新与尝试 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 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我们和故宫博物院 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戏曲节目 可能第一次和这个故宫博物院 来进行一个紧密的合作 此次与故宫博物院的合作 便是其中一大既有意思 又有深度的节目亮点 通过清代光绪时期的细香 19世纪法国制造的 翻顶机械人等故宫中 宝贵文物的再度现身 串联起一幕幕精彩的表演环节 深刻解读着戏曲唱段 和戏曲文物之间的深厚渊源 讲述其中蕴含着 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 中国故事 大家都去过故宫 大家也都通过不同节目的形式 去了解故宫 那么在我们的 黎原传奇的舞台上 我们将还原什么样的 跟故宫相关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首次 运用了4K的虚拟的AR技术 我们将唱音阁 搬到了我们黎原传奇的舞台上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效果 景观是舞美的视觉呈现模式 也被观众带去了全新的感官体验 通过舞台中运用的虚拟 听评 投影等最新科技 也让古老经典的戏剧艺术 再度鲜活生动了起来 给观众带来了极度清晰 和真实的视觉感受 这回我们把故宫博物院里的 这个长音阁 我们直接搬到咱们 这个黎原传奇的这个舞台上了 那也是非常充分地利用了 咱们舞台现有的这些空间 和这个主持人的 这么一个位置关系 也加上使用了咱们的这个 一个相对于以往 更长的这种摇臂进行拍摄 那么就是非常非常的 真实的展现了 这个AR的虚拟的这种内容 三维的这种内容 与这个咱们现场的环境 以及这个主持人之间的 这种位置关系和空间层次 尤其是在这个摇臂 它进行这种动作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就是非常的真实 甚至于让人很难去辨识出 它的这个是真是假 我们希望观众 既能够通过黎原传奇的 一个梳理脉络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来打开我们戏曲的这个历史书 又能够通过我们一个个 好看的精彩的经验的戏曲段落 来沉浸在我们的美丽的 这个戏曲的世界当中 春节期间 大型戏曲文化节目 《黎原传奇》 就将两项CCTV戏曲频道 带领您走进 黎原所讲述的中国故事 聆听黎原所传播的中国声音 感受身处中国新时代下的 锦绣黎原 让我们共同期待 1月17日 中国京剧《向音像集脆》栏目 将要播出的是 昆曲牡丹亭游园 昆曲牡丹亭游园 讲述的是 杜丽娘携世女春香 致后花园赏春 被良辰美景 触发伤春之感 邮卷回房 梦中与书生柳梦梅 在花园相会的故事 剧中饰演杜丽娘的 是天津青年京剧团的 京剧名家赵秀君 赵秀君 赵秀君公轻衣 从张派 他1983年拜张军秋为师 赵秀君的嗓音宽亮 音质优美 深得张派行腔 委婉细腻的真传 更多内容 敬请关注1月17日 中国京剧向音项极脆栏目 播出的昆曲 牡丹亭游园 近日 由宁夏演艺集团打造的 琴枪王贵与李香香 亮相上海国际艺术节 王贵与李香香取材子 李济同名红色革命常诗 反映了70年前 宁夏延迟周边地区人民 走上革命的坎坷历程 美花奖获得者柳平 李小雄连妹主演 作品巧妙地以唱诗般 舞蹈队来讲述环境 运用西部独有的靖天游 花儿等铃歌小调 抒发人的情感 特化哪一个原因 世界看中国 京剧药果翠 前不久 张建国2019 1月1经典演出年启动仪式 即新闻发布会 在梅兰芳大剧院举办 西派杰出传承人张建国 与郑山小种 第24代传人江元勋 著名书法家张苏汉等 众多细腻茶友 齐聚梅兰芳大剧院 共同见证 1月1经典演出年的启动 此次 以世界的中国元素 之国粹正当时 为主题的演出年活动 将与国内红茶企业 郑山堂携手 共同打造 12场国粹经典 白地城 范进重举 时空展等 众多剧目 将在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届时 张建国将联合 各流派知名表演艺术家 众多优秀青年演员 为观众献上一份艺术大餐 2019年1月28日 经典传统系 四进市将作为 一月一经典演出年的 首场演出 与观众见面 敬请期待 近日 随着清脆的锣鼓点 灵界大王 谭新培的第七代迪传 青年演员谭正言 伴着红脸的观光 霸气登场 一场别开生面的启动仪式 拉开了帷幕 国内首部原创时尚精具舞台剧 亮相 将于2019年1月18日至20日 亮相天桥艺术中心 并将于2019年3月 开始在天乐园 这座百年戏院 进行常年铸厂演出 自此 天乐园将以一管一具的方式 打造北京城一处崭新的文化地标 以时尚和传统相结合的气质 迎接八方来客 天乐园位于北京前门大街的 鲜鱼口 这个戏院可谓大有来头 当年 美兰芳先生曾在这个舞台上 演出过四年之久 而程彦秋先生的四出代表性剧目 朱恒记 沈云英 《风流棒》 洪福传 都是在这里首演 几乎见证了百年京剧的 整个臣服过程 亮相采用戏中戏的戏剧结构 一个百年老剧团所在的老戏院 面临着城市改建的拆迁 巨额拆迁款 生存的压力和艺术的坚守 与传承之间的矛盾 全剧以京剧艺术为创作主题 通过对京剧传统经典折子戏 进行别具一格的全新结构与串联 观众既能欣赏到 关公开台 霸王别姬 贵妃醉酒 我看 搞滑车等经典折子戏的精彩展示 同时又穿插其中 发生在城市的现实之下 一个剧团与京剧人 关于现实与梦想 生存与发展等 亮相不是一台戏 它是将戏剧 戏曲 以及影像艺术 装置艺术 装置艺术 空间艺术等 当代舞台艺术相融合的一台 满足视听体验的剧场秀 天乐园戏院将成为首个国粹京剧艺术体验馆 人们在这里还将零距离地触摸和了解京剧艺术的魅力 为了迎贺新春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传播优秀戏曲文化 前不久 由北京雅刚艺术院主办的迎新春送祝福 送戏走进养老院活动 来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善果养老照料中心 我们作为演员来说 有责任为老人们的晚年的幸福 心情的愉快 做一些实事 为老人们送福送欢乐 让老人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送戏活动中 演员张子刚带领雅刚艺术院的优秀演员们 为老人演出了传统剧目 壮元梅 李奎探母 打金枝等选段 并邀请著名书画家陈茂全 张和平等人 通过为养老院写对联献末宝的方式 向老人们献上新春的祝福 很高兴的今天我们的雅刚艺术团又来到了我们养老院 进行大型的慰问演出 我们老人也早早地很期待自己的活动 早早地坐在了现场 老人本身就很喜欢像戏曲 书法这样的活动 那么我们在组织自己的活动的时候 老人积极性特别高 他乐于参与其中 而且在里边可以找到很多自己的 这种专属于自己的快乐 那么今后呢 也希望咱们雅刚艺术院呢 经常来到我们上口养老院 给我们老人带来精彩的演出 当日晚间 由张次刚领先主演的 河北邦子传统名剧《金灵记》 在长安大学院精彩上演 雅刚艺术院还邀请老人们 在现场观看了演出 赢得了老人们的热烈欢迎 戏曲裁风栏目 将于1月14日起 连续为您播出 黎原名家系列专题之 京剧无丑奇才张春华 敬请收看